Hello 大家好 我叫Peter 今天我會介紹的玩具 是這個洛高巴士站 這個就是那個盒子 這個就是盒子的後面 按照洛高的慣例 都會有少少漫畫在後面 OK 廢話不多說 直接去介紹主產品 登登 第一次做這些 好像... 不好意思大家 我第一次做這些 介紹一下 OK 這就是所有的人偶 第一個就是這個阿姨 他穿著一個運動的jacket 他手上有一個... 五元錢 給大家看一下他怎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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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就是踩單車的 呃...是... 這一部單車 就是這樣 這個呢 唉唷... 唉唷... 這樣 這就是一隻狗 跟普通洛高 警察系列裡面的狗 沒有分別的 這就是一個小女孩 一個小女孩 他手上就拿著手機 那個小女孩 我真的... 覺得... 好... 驚訝 因為... 我真的... 沒見過... 每天都會治好電腦的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阿伯 他是拿著公示包 穿著一件冷衣 有個五元 我加上去 OK 這個就是阿姨 這個阿姨是坐著輪椅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 可能 我高要加個輪椅 應該是因為 要介紹巴士的功能 這間 我稍後會再跟大家說 它裡面還有一個司機 這個司機 OK 在介紹巴士之前 介紹兩個小小的建築物 這個就是報紙檔 阿姨 這個阿姨的報紙檔 這裡有兩個蘋果 一個突出 一個在下面 有兩罐飲品 有兩份報紙 我覺得 還有很多一疊 OK 這個就是巴士站 這個 比起上次的巴士站好很多 我覺得上次的巴士應該是 上次的巴士應該是 除了那些 City Center的設備 出售的 這個 因為這個是主帶巴士站 所以它的 材料都會比較好 這裡有個位置 給它放單車 有個 回收箱 有報紮表 還有這個斜台 這個斜台是怎麼用的呢 我給大家看 這個 我看到的巴士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門很奇怪 一個是一道門 一個是兩道門 其實是因為要 哎 哎 好難開 哎 哎 其實因為要 登登 這樣就可以給這個 坐輪椅的阿姨 哎 所以 鎖上呢 就可以這樣上巴士了 嗯 好明顯 這個巴士應該是 一些 可能 落高的那些 近排 近年會比較關注 一些 殘疾人士那些 啊 其實 出現輪椅那些 應該都 幾多 應該都是近排之出的 OK 那說完了 那那個巴士了 那巴士應該是 我見過 外觀最漂亮的一格 這裡有個車頭地點站牌的 對了對了 之後又有這樣 你可以見到那個 阿姨 那 後面就有兩個位置放單車 呃 好像很有歐陸風 那樣 對啊 歐洲巴士的風 風 風格 那樣 OK 它 蓋子就是由這個打開 有1 2 3 有4個座位 還有1個輪椅位 呃 其實 對我的巴士來說 這個位置多算少的 就是這裡有 進來的門 出去的門 OK OK 這個就是大概所有東西了 OK 好 哎呀 那這個就是大概是E的巴士了 呃 這個巴士罩的設計就差不多了 這個巴士罩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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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時間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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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樂公的介紹影片的話 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啦 拜拜 拜拜